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叫做饮食急患 那饮食急患其实常听到的闻到不是暴食症 其实我们常听到是厌食症 那可是厌食跟暴食有时候是共存的 这样的个案其实在暴食症之前 它其实大多都会有一个共病 那最常共病的问题是忧郁症 暴食症其实有分清除型跟非清除型 所谓清楚就是我狂吃之后我要去吐出来 那非清除是过度的运动 去把它我刚刚的那个吃的消耗量去减缩下来 有些人会透过吃东西疏解心理压力 但这却无形中成为了人们需要解决的另一项问题 暴食症不是它并没有解决你压力更远 然后它也没有让你疏压 反而变成的压力 多数暴食症患者通常对自己要求较高 超越了所能负荷的程度 加上大众对于美丑的价值观 层层堆叠的压力不曾停止 我给自己的身材或外表有一个无形的压力 身体压力也蛮大的 还有就是因为自己出国留学 然后你会对自己有蛮高的期待 在面对暴食症时应该如何解决 就是我今天暴食 那你隔天再把你昨天暴食的时间 吃了什么 你为什么暴食 你等一下心情如何 你之后的心情如何 你隔天做了什么事情 把全部东西写下来 这样子是一个比较具体 然后可以实践的方法 我们就拿证据告诉他 DBNS 你是不是在合体范围 我们去挑战或是让他重新去认识 其实他的身体的基因的素质 都是正常的 去挑战或是去那里思考 到底瘦跟胖的这个审美观念在哪里 高压的家庭环境也可能是来源之一 所以我们也会去请他去认识一下 他自己的家庭的这个状态 我们要让他维持在正常的饮食习惯 所以我们就会鼓励 来你去帮我调查 你同学一天吃多少 那我这边也提供数据 一般正常人是怎么怎么怎么制 是吧 提供他做参考 一定一定要让自己知道 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若我们能更肯定自己 聆听自己的声音 找出暴食症来源 不害怕他人眼光 才是最根本的做法 中正义保王威 郑宇婷嘉义报道 讲到暴食症 就不得不提到 近年来相当流行的吃到饱餐厅 大众会因为吃到饱餐厅性价比高 而又既然花了钱 就要吃回本的心态出现 导致夹了过多食材 却没有吃完 造成严重的食物浪费 民众去吃吃到饱时 应该秉持着吃多少夹多少 这样既不浪费食物 也不会饮爆饮爆食 让身体不舒服 我们一起来看看 吃到饱餐厅是现在的流行趋势 台湾的民众也跟着一窝蜂的排队 去吃新开幕的吃到饱餐厅 另外大学生常把节日聚餐 活动庆功宴的地点办在吃到饱餐厅 希望获得好的用餐体验 我通常会在毕业家居或是对居的时候 去吃吃到饱餐厅 通常会选择吃吃到饱餐厅 是因为大部分的食量都比较大 如果吃吃到饱餐厅的话 会看起来比较划算 因为平常一到五都在学校附近 所以就想说如果假日有空的时候 可以去吃一些好料理 犒赏自己 吃到饱餐厅主打食物可以无限续吃 为了满足大批消费者 总是准备大量的食物供消费者去用 可是民众常会有想吃回本 和不懂节制的心态出现 导致夹了一堆食物没吃完 造成严重的食物浪费 那浪费的部分 我们是会针对标语的部分 尽量不要浪费任何食材的部分 那当然学生有时候就是 就是拿了比较多 可能没有注意到 也会造成说 比较多的浪费的部分 那我们是会请我们外产工人 在加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食材珍贵 不要做任何的浪费的动作 在吃到饱餐厅吃饭时 除了点自己喜欢的餐点外 也要注意营养摄取均衡 不暴饮暴食也不要吃过饱 让身体不舒服 通常我们以六大类食物来说 对就是我们要营养均衡的摄取 就是像主食类的食物 像淀粉类的食物 我们也要吃 但是吃少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 蔬菜水果的部分就吃多一点 尽量就是把蔬菜增加多吃一点的话 这样子你的纤维的摄取才不会不够 然后再来就是鱼肉类的东西 我们就是摄取的刚刚好就好 不要吃过多 不要大鱼大肉 因为通常我们来讲的话 吃到饱的餐厅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要吃大鱼大肉 反而那一餐的蛋白质吃太多了 对我们身体也是一个负担 到了餐厅之后 我们可以先喝一个清汤 那先帮我们的肠味道 然后增加一点水分去滋润它 这样等一下吃东西的时候 才会比较会容易消化 吃到饱餐厅满足了消费者 吃不满足的需求 却造成了食物浪费 也对环境造成伤害 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 在吃到饱餐厅必须建立 吃多少加多少的饮食观念 也要依照六大类食物 做营养均衡的摄取 并且记得多夹一些蔬菜水果 这样一来 既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也能和家人朋友们吃得开开心心 一同享受美好的用餐品质 中正一报 吴博萱 郑宜清 嘉义市报道 如果不去餐厅吃饭 也可以选择去夜市 夜市除了能够反映当代的社会经济状况 也包含许多美食 在台湾观光局调查中 外国观光客来台湾最爱去的地点排行榜 第一名就是夜市 然而夜市五光死射的外表下 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心声呢 透过这则专题 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台湾交通部观光局来台旅客 消费及动向调查的结果显示 夜市连连接为旅客主要游览景点排行第一名 更胜台北101 故宫博物院等知名旅游景点 由此可以得知夜市是台湾观光不可或缺的一大卖点 除此之外 夜市的存在与否 还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对人民的管制程度 较保守的国家一到夜晚便不太会有人潮聚集在外 因此也不会有夜市的出现 那么代表着开放的夜市 究竟是在历史的哪一段开始出现的呢 到了宋朝因为人口第一个人口慢慢增加了 第二个就是说经济也逐渐繁荣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对都市过于干涉管制 反而就会造成不好的效果 那现在就是说宋朝在不管时间或空间的开放 就对城市稍微松绑一点 那你刚刚讲的夜市就是对时间的松绑 以前的仿视制 日中为市 日落收市 然后还会把城门关起来 所以不可能有所谓的夜市 那宋朝对这时间松绑之后 就是原则上夜市的话 你就可以一直到那个纸业 纸业就是我们现在的二十三时到凌晨一点 那这边城门才关 那之前的话你大概都可以从事 如果是说不是非常时期 大概都比较开放 可以做生意啊 所以这个部分的晚上有市场的 宋人就把它称为夜市 夜市除了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也能够促进周边经济发展 成为众人观光 休闲娱乐的场所 能流量如此庞大的夜市 代表着可能会生成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此管理不易 嘉义市文化路蓝井街自治会 是主要管理台湾数一数二著名的 嘉义市文化路夜市的自治组织 在他们的努力之下 原先在文化路摆摊的非法行为 变成了合法行为 使得摊商的摆摊生活更加安定 我们文化路大概是从民国48年开始 他一开始就是由摊商跟店家聚集 那在民国68年的时候 由县市分家的时候警察局去核化摊贩的执照 那从68年之后才有比较法定的一个管制 我们就请他们的摊商成立一个自治组织 那我们希望是由摊商去做 他们的秩序维护 还有清洁的部分 那市政府是站在一个督导 还有孤导的一个角色 我五十几年就小孩的时候 就直接帮市团刀卡去 帮捷捷捷捷捷 以前做的时候 找警察比较辛苦 那我们丁远的就 开始四十八年就开始有在政策 那警察这条是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警察官员 那七十五年跟市政府官员 那现在这些设计人们都固定了 都合法的 那一家固定了 那就是因为这些大大都很辛苦 所以我才会说 清洁会虽然 市政府整天五百 但我就是说缺两百 那其实也没有很多人参加 那就是说有一个对口的单位 不要说像以前这么辛苦 那就帮政府转达一些事情 那帮政府 把政府盗用 又把这些大盗用 那就 义工啦 夜市是台湾经济的灰色地带 往往有许多人投身这个行业 期盼能用一个摊位称起一个家 然而摆摊生活 却是充满着不定性 除了晚上摆摊 早上补货被料 只有下午能短暂休息 早晨生活日夜颠倒 睡眠时间很少之外 还要看天吃饭 卖债务烤物的人 甚至得长时间 暴露在油烟很大的环境之中 他们用命 用健康在打拼 生意好坏却仍然不可预测 看别人这样跑能赚钱 我们当然要试看看 车子跟人家一样 买一台货车就跟人家拼了 那个时候我一个人 车子开着全省这样跑 你十一、二点收 再开车回来 回到家再洗一洗 搞到来到两三点了 一天 你上班十二个小时要去补货 搞到最后一天要睡眠要几个小时 当然会很累 我妈妈就会了 做那么累干什么 去找一个工夫人员来做就好了 我这个人喜欢 不喜欢做办公室的人 刚开始的时候 做看看啊 做看看啊 这样带过去而已 不想跟他争辩 但是时间久了 至少我们有做出一些成绩之后 他就 还要跳过来帮我们 好 卖鸡排 啊觉得 生意也做到不错 但是那个时候刚好碰到 一桶瓦斯 八百多块 一桶油八百多块 卖一万块赚不到一千块 肉也涨下 炸鸡排 炸的时候你有油烟 再烤锅还有油烟 我想说 哪一天做到最后 赚得到 吃不到了 身体又不好了 近年来创新创业未为风潮 自己开店研发新产品 新口味的摊贩 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在各个夜市里 摊贩间的竞争逐渐增加 在生存压力变大的情况下 业者应该如何应对 做生意我不会后悔啦 其实做生意是 你要自己慢慢去想 但是 你 一定要有一个想法 你做这个之后 你觉得你的商品 跟别人跟你卖一样的 有什么差异 你有比别人不一样的在哪边 你才可以 长久经历 夜市里 纯留着老一辈流传下来的 古早味游戏 风味不一的小吃 美食永远散发着它们独特的香味 不分老少的笑声也充斥其中 对每个人来说 夜市都是变化莫测的 往往到夜市走一趟 就是一场奇幻之旅 不管是夜市还是其他商圈 我们在市面上 可以看到许多主打可爱 治愈的商品 它们未必具有实用性 却能获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甚至培养出粉丝 并创造可观的商机 这些消费喜好的背后 都能观察出流行文化的影响力 以及当代社会人们 所拥有的共同感受 你也是疗愈经济的一员吗 来看接下来这则疗愈的专题吧 看看一声 你是不是也曾经那样期待 牛蛋里面装的是自己最喜欢的角色 牛蛋或是各种疗愈角色的周边商品 在台湾早已刮起一股收藏蜂巢 到底这些疗愈小物是如何收服人们的心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吧 买的时候或者是货刚到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兴奋到要尖叫 东西到了这种感觉 所以是会非常开心跟愉悦的 我最明显的话就是 收集夏木有人帐的猫米老师跟卡纳赫拉 只要有看到 然后如果是我觉得可以买东西我就会买 像牛蛋 一二三四 有大概十六只的就是狗鸟系列 就是一代跟二代我都有收整组 我很喜欢猫或狗 所以我大部分扭蛋都会针对 就是这种猫狗小动物去扭 Saven或是全家出的那种周边商品 集点那种我也就是会去换 这些商品似乎对人们有种莫名的吸引力 不管它是可爱的 搞怪的 甚至是真实世界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物种 他们都有着让人心情愉快的魔力 因为扭扭蛋嘛 它有一整个系列 然后我就可以自己去搭配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还蛮疗愈的 然后你每次扭的话就只有一个 你也不知道你会扭到什么 这个期待就是我还蛮喜欢那种感觉 大部分是因为喜欢这个角色 然后它延伸出来的扭蛋周边商品 我才会想去扭 但是有一些是本身扭蛋自己的系列 那种如果很可爱的话 我也会想要扭 这样的消费动机背后 其实也展现出现代人的心理状态 就是以目前来讲的疗愈小屋 它都有些特征 如果说你们大概讲 不管是像是Hello Kitty 杯原子 或是角落生物这样的产品 它们特征都是所比较可爱的 然后会让人觉得很没有攻击性 消费性学角度来讲 我们的心理状态可能有些沉闷 或者说有些压力 就会有这个意愿 想要借由一些基本上大部分 也许都能负担得起的消费活动 让我们的心情能够能够回复 甚至获得宣泄 我们会借由购物而获得某种治疗效果 因为当我们购物 我们去选择 我们会觉得 我还是能够掌控我的人生 扭蛋我认为 它会整个夯起来的原因 一个跟景气有很大的关系 再来一个是 它的单价比较便宜 所以台湾的接受度高 就是因为大家一个同法 好像没那么多钱 但是总要扭到 凑结全套为止不值得行 为了搜集到更多 新推出的周边商品 网络商店快闪店以及展览 都成为消费者的购买通路 就是像之前卡拉塔不是会办 那个实体的展览 我一定会去 我就会试图想要找朋友 陪我一起去 有我喜欢的那种的展览 就像追星一样 遇到自己喜欢的偶像 来办剪唱会那种 那个超胜的感觉 就是一定要去一下 就会觉得很适合拍照 有我买照就会有人在IG上面说 很漂亮的地方可以去打开 然后又可以超胜买新的东西 再来就是我想要去的原因 我都是基本上是先从网络上面看到 它这个系列又新出了什么 然后如果有扭蛋机有看到的话 我就会扭 要不然我就会直接在网上面买 掌握消费者心理 是行销数能够成功的关键 市面上各种插画角色 以联名或合作等商业模式 达到互相拉抬名气的效果 并创造买气 而专门经营授权代理 以及行销推广的厂商 又是用什么方法来拉拢消费者的心呢 在品牌这一块啊 用户除了去追求他喜欢的品牌 新产品以外 他们其实也都是有一个粉丝心态 会很希望有一个场所 可以聚集在一起 有一个线下讨论的空间 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互斗星球 再去做像是路跑或者是展览 当你产生共鸣以后 你自然就会去为这品牌做一些事情 无论是别在你的手机上包包上 或者是把公仔放在你的办公桌上 都一样 只要是有共鸣有意愿 我想这些东西的自然扩散 就会很快 我们很多时候在国外活动 也会以这个样的出发点来做规划 我们主要的操作做法 是先让民众对品牌先有基本的印象 那接着我们举办大型活动 再来刺激民众对这个品牌已经有的印象 让他们会更有意愿来到现场做参观 还有消费 我们一定是想办法 让他在线上或线下有露出的机会 那线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例如用户看到这东西有共感 他看不到他的社群 其实前端都需要类似这样的东西 做金字塔最下端的堆积 当你确认到市场相对下 已经对这个牌子的渗透是有一定程度以后 才慢慢往上发展 疗愈经济的崛起 除了和流行文化有关 其实也能反映出当下的社会氛围 之前有研究 他说当整个经济的表现成长低迷的时候 搞笑艺人收入就变高 民众整体而言 当大家情绪受影响的时候 会特别喜欢一些能够带给他们欢笑 带给他们不同的情绪的 这样的商品或服务 台湾一直以来是受日本文化影响 非常深的一个国家 疗愈这个名字在十年左右来 比较一个新跑出来的单字 因为不景气啊 大家就会希望有小确幸 简单讲 当你生活中有一些 可以让你会心一笑的东西出来 或是让你觉得 今天还蛮幸运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社会证明 人们透过消费来抒发法闷 平价的疗愈小物 以及可爱角色与生活中 各式商品的结合 都恰巧符合 现代新型态的消费模式 也为我们平淡的生活 增添更多趣味 经过一番疗愈过后 接下来为你们带来几则文化相关新闻 园林县北港镇为台湾妈祖信仰重镇之一 以庙与文化带动的传统工艺产业 一代一代传承着工艺师的精神与手艺 这次北港百年议政巡回特展 于北港文化中心举办 邀请国际知名设计师肖清扬担任策展人 期望能让民众了解庙与文化的美 并延续传统工艺的价值 一同看看北港进入工艺之旅吧 玉林县文化观光处 与北港文化中心举办北港百年议政巡回特展 于4月11号展出至4月29号 邀请著名设计师肖清扬担任策展人 呈现北港工艺师的职人精神 北港工艺师的展览 是不是一定是喊着出名号的 或是大家知道的科佛的 或是传统的这些工艺 其实还有很多可能 在我们生活当中 秀金主要的传统的记忆 如何造子的这些记忆 它都是在这个重大 重大镇里面的文化里面 很多的细节 那这些对于很多的 称为工艺师的这些人 都是他们一辈子里面 专心做的一件事情 北港朝天宫为台湾重要的宗教信仰之一 以马祖信仰而衍生出的北港工艺 更具有文化意义与价值 不同世代的工艺师 也以不同手法诠释庙与文化 我们去庙里 烧香拜拜 只能远距离去观看这个神像 那近距离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个 历史岁月痕迹所留下的 光是马祖的形态跟雕刻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诠释 古老的工艺 但在不同的世代年代 工艺的表现 包括以前的千里演出工额 用硕子的方法改变 到现在已经变成有工仔的模式出现 如果我们把它团称是一个艺术 其实艺术的表现其实是不同的年代 它继续有它的新的表现跟多样性 本次展览中 不仅展示了北港艺师的精彩作品 也有肖清阳老师亲自设计的 巨型佛首 拔杯等作品 特别以3D列印 与多媒体投影的技术 让观众有新的看展感受 工庙当中有很多是 看不到的心理层次 例如说诵经文化 例如说经文抄写文化 例如跟神许愿的内心的 这些文字内容 或是千诗无形的里面的意盼 那这些其实在我车展当中 是觉得难度最高 但也最抽象 最艺术 最哲学的部分 那要挑战这个项目 我好像要打开车展的传统模式 或许我可以利用科技的协助 把这些有形无形加总在一起 就像一个佛首 加上经文的概念 流传的数位的概念 让大家去阅读所谓的心灵层次 本次特展不仅诉说 北岗百年庙宇的文化记忆 也让民众对于生活中的传统工艺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虽然有接触到 但是不是很刻意去看到这些东西 像阿富贵的那种转印的木材雕和工艺 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文化 百年义政特展日后也会在台中台北展出 以另类静态妈祖绕境的形式 让更多民众看见北岗传逸的美 中正一报 黄永杰 黄丽婷 云林北岗报导 让我们把目光从云林移回嘉义民凶 时代更迭迅速 文史工作者利用民雄过往的手绘地图 将围地名搜集起来 它们象征着民雄已然消失的历史 透过手绘图保存下来 唤起香星对民雄过往模样的记忆 建立起过往与现代的连结 也带动年轻人认识民雄 产生地方认同 来看看民雄过往的样貌吧 这些都变了 丁杰的杰 以前是有丁杰的杰 算说民雄了丁杰 唯地名又称作土名 是未出现于文献词书中 仅存语口语之间所谈论的地名 现今随着时代更迭 唯地名正快速流失中 以前叫土名 可是我觉得土名有点不太 有点鄙视的意思 或者叫做为地名 我叫做为地名 并不是我的创建 或者说前面的座 其实非常人的座 很多人座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说 它没有被导致 或说正式的记载很详细 因为它有个尴尬的处境 因为地图被标示的地名 跟街道或家里的笔层 或一些借名中间 而这些别名会消失 是因为地境消失的 闹起民雄的意思 民雄以前是 算是一个小的长队 等门塞门 门门门 那东西咱们得门 在民雄你如果过彼尖岛 有一个山坟口 可以跟着半门是北门 半门这个名义还在 可是中门西门跟门门 基本上在地人 已经没有在讲了 迪汉民雄在地药局 第23代药师 近年有感于快速的变迁 便將記憶中的明雄以數位方式記錄下來 那時候是因為看到英國的畫家Tom Rock 他曾經做了一些創作 就是畫了世界的一些城市 包括台灣過去的台南市等等 就是他那一些城市的創作 畫出現今的城市的樣貌 跟過往有1945年城市的樣貌 我就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那時候就 因為我知道我爸有這樣子的潛力 所以就邀請我爸 就是有點像臨摩Tom Rock這種畫圖的風格 然後畫一個50年前的明雄 然後因為我知道我爸的記憶力還蠻好的 然後他也擅長做這種就是建築的描繪 所以就邀請他畫出一張1970年代的明雄街道圖 在我爸畫了這張圖之後 我才去找人 包括去剝圖找一些過去 就是農林測量的一些圖像 然後去做比對 然後才發現我爸畫得非常的久 那當時我爸在畫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做任何的圖像的參考 他就是憑他的記憶力 這樣子把它一筆一筆的描繪出來 明雄為地名具體位置的收集 就是在第一代地圖 1970年代明雄街道圖完成後 慢慢找出並標註上 那時候要做地名的家住的時候 就在思考說 想要用什麼方式去寫 如果說用陸名 覺得還蠻無聊的 就是如果寫民生路中樂路 既然是個老地童 為什麼我不搭配老地名 鄭順崇老師他就邀請我說 既然過去你曾經做過一些 微地名的一些菜籍 那要不要再做更進一步的菜籍 讓這一些舊地名 可以擴充得更完整這樣子 所以我後來就是 再去找蠻多的資料 然後甚至是去訪問在地的祈禱 透過口訪的方式 去瞭解到說民雄有哪一些 已經慢慢的已經消失 而且就是不再被人拿來使用的 舊地名 為地名看似不起眼 但卻蘊含了許多老一輩的 記憶以及歷史 實際走訪民雄區域 舊地名讓居民回憶起 過往地名的故事 以前喔 天生公來的時候 早兩隻老虎 這裡找一個郵 這裡找來我們家 郵雄說那大隻狗 從來都是大狗 我們這裡人說那大隻狗 叫做大狗 跟廟有關的 比如說 戴德宮城 騎後很多人都還在使用 因為廟都還在 那像是 馬舟坑靠其實指的是我們這個地方 這邊又沒有馬舟坑 為什麼沒有馬舟坑靠 因為在1906年的地震以前 馬舟坑是在這個位置 可是1906年地震以後 這個馬舟坑就不存在了 那其實做這樣子的訪問 還蠻有趣的 因為真的蠻多年輕人 他們真的不知道 明天曾經有這麼多的偽地名 就是這些舊地名這樣子 對老一輩的人來說 也要看他是什麼樣的年紀 如果70歲 跟80歲 跟90歲 他們曉得的這些舊地名的程度 跟對於這些舊地名的理解 也都不太一樣 迷凶以往熱鬧的景象 隨著許多店家改建於地景消失 各個舊地名也逐漸被淡忘 透過藥師橋手與文史工作者 著力規劃 建立起過往與現金的連結 為您帶來最後一則新聞 近年來單親在社會家庭形態中 比率逐漸增加 以往談到單親家庭 聯想到的便是離婚 喪偶 未婚生子 經濟困難 以及青少年問題等刻板印象 即使到了今日 依然對單親家庭存在舊友迷思 甚至被主流社會貼上負面標籤 但單親家庭下成長的孩子 真的是這樣嗎 一起看看 我覺得你這一路走來 你的青春少了誰 從我生了兒子之後 忙著顧小孩嘛 24小時這樣待命 夫妻的相處關係就怪怪 就覺得他什麼都跟以前不一樣 國小三年級 因為一些因素 然後我爸原本是一個 在我認識我媽之前 就是一個很愛老婆的人 遇到了一些酒肉朋友 所以我爸開始去地下錢莊借錢 然後也走上了賭博和錢樂投的這件事情 我是看我媽媽很難過 然後其實我自己也 知道我媽就是每天就是 自怨自義的樣子 就是我媽以前不會這樣 我就覺得他變得很自卑 然後變得就是很怕無霸 很怕做任何事 隨著時代及社會風氣變遷 國內家庭組織日漸多元 其中單親家庭比例更是逐年攀升 根據行政員性別平等委員會統計調查 民國100年至107年 單親家庭互數有10.12% 增加至12.81% 顯示每10個孩子中至少有一人是來自單親家庭 離婚上 然後還有一個區塊是我未婚 我未婚但是我有孩子的 但我們這三個都會把它定義是單親家庭 那這樣子的狀態下 它其實構成的成因就會不太一樣 對於夫婦他要走上離開離異這樣的狀況 總是要有一些衝突 然後爭執等等這樣 那我覺得外在環境也許很明顯的 這幾年沒有那麼理想 經濟社會就會影響到家庭 那其次的是個人的意識抬頭 就是他完全從那時候離婚的時候 他就開始撥離我 他在專注於賭博的這一塊的方面的話 他會就是會把我跟我姐 就是放在裡面是完全不管的狀態 其實你要叫我具體的講 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已經有點久了 可是我知道我那時候聽到他的聲音 我是會崩潰 就是會在房間裡面尖叫這樣 這樣一點點的不開心 我就會崩潰 就是 是很會傷害自己的崩潰 然後 可是我只要心情不好 我就會想到以前的事情 然後我就會覺得 可是我都熬過來了 我怎麼還會這樣子 就是 那個熬過來的是 我可能那時候打兩份工 就是我其實 大家都說我怎麼瘦的 我是那時候累到爆瘦的 我從早上可能在麥當勞六點 然後後面去討班我 然後回到家 我不知道我爸會對我做出什麼事 從小都是我跟我媽媽 就是我媽在帶我跟我姐 所以 其實完全是沒有碰到我爸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在缺父愛這一塊 我覺得還蠻有 就是一個缺陷 變得是心態吧 我會開始就是 會很羨慕說 那些外面就是很健全的家庭 就是有父愛 有母愛 然後 大家的生活就是看起來都很 都很美好 然後為什麼我是 我是變這樣子 是 我就是 還是是因為我們 是我跟我姐的關係 然後才 才會因為 就是 我爸媽有一些正常 然後我爸開始去 這樣子 像他有一年都不跟我講 我回到家 我叫他他都不利物 因為他覺得說我這是叛徒 就是我把媽媽帶走 然後他一定都沒有媽媽 他的家庭破碎是這樣 普遍社會對於 擔心家庭背景成長的海童 存有既定印象 性格敏感 缺乏安全感等 軍事主流社會 對擔心子女貼上的標籤 安全感 歸屬感一直是我們擔心的 那那個安全感 就從真的 從一開始照顧我們 到我們長大 它從外在的照顧到 放在我們內心的靈感 那至於歸屬感的話 這也是常見到 但因為安全感沒了 歸屬感就會低嘛 他可能會去連結到 是是不是我的錯 我害爸爸媽媽吵架 然後我害媽媽被打 是不是因為我不乖 他會有這樣子的影響 那這樣連帶是他會 會影響到他人在 跟人際互動上面 他真的會比較內向 會比較萎縮一點 父母離開家庭關係 造成子女的心理影響 取決事件發生的時機點 與後續家庭的照顧氛圍 所以家庭依舊是影響 小孩最大的關鍵 他確實是刻板影響 因為一般家庭也會有 這樣的狀況 我們在服務中的很多的孩子 不會說因為他是單親家庭 他造成他在有什麼 特殊的遺體或是什麼 那跟他是不是單親家庭 沒有關係 他可能是在他資源上面 或是在教養 那教養這件問題 是不是一定說單親家庭 他教養就不好 也不是喔 這個離婚對這個家庭來講 比如說這個離婚其實 解決掉家暴家庭的問題 他家庭有一次思念 或是夫妻長期感情不好 離小孩子 所以在剛開始離婚的時候 也許需要一些適應的時間 可是他 反而離婚對這個家庭也是好的 那相對之下 就是大家的刻板影響 會不會離婚家庭的殖民 他因為在經濟 然後在家庭和諧度沒有那麼好 那其實過去的研究 或是我們實際上 在離婚上遇到也是 家庭氛圍才是重點 這個孩子能不能信 跟父母親的關係 是不是緊密的 因為我覺得 他會知道說爸媽都在後面 支持他的 只是說 現在可能很多家長 可能就疏忽掉這一塊 媽媽在家庭的這個關係裡面 可能其實他跟孩子的互動 比較頻繁 然後跟孩子的義父關係 也比較深 所以他會選擇我 婚姻結束之後 但我願意承擔照顧孩子的 這個責任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調查顯示 成為單親家庭的主因 為父母離異 數據高達82.45% 其中又以女性為主要承擔 海童的撫養及教育 我老實講我這樣走過來 我都是自我安穩 你會覺得 錯過了他們的畢業典禮 還有一些 一些東西 因為以前我都是 小孩子畢業典禮 或者是什麼 肯清潰啊 或者是學校說校外教學 我都一定到嘛 對那些 那走了之後 一樣都沒有 我覺得我的小孩應該也都很痛苦吧 因為本來一個好好的家 突然之間 就什麼都沒有 那夫妻間的陣潮 其實 不是只有自己受傷 受傷害最大的是孩子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在暴力家裡長大的 我知道那個點 當然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金錢 還有工作 我二十幾年沒有工作 我沒有工作經驗 再來就是 外面不是我想像中那樣 要賺個兩三萬塊錢 沒那麼容易 因為沒有工作過 你工作十個小時 說實在 你已經累到五行 回去就是趴著睡 沒有時間 要去想其他的 我覺得這樣子的方式 也是讓我熬過這一段困難的時間 然後你就慢慢慢慢習慣了 這樣的工作生活之後 OK 就會慢慢釋懷 天生的家庭背景 也許我們無法選擇 但我們能選擇自己看待事情的角度 調適內心的想法 讓缺口成為成長與成熟的動力 有了我媽 如果沒有走的話會更完整 我覺得讓我成長的是 我變得比較獨立 我可以一個人把很多事情做好 也不用說 就是需要別人的幫忙啊 還是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我媽的關心就 已經很足夠 管我跟我姐都還蠻嚴格的 但是 我知道說這是因為 她不想讓我變成 第二個我爸 所以我知道她是 她這樣子是為我們好 其實我沒有什麼怨言 我老實講 就是這二十幾年當中 我帶著孩子 然後其實我自己 也有去上瑜伽 然後去學校上的一些課程 我覺得對我人生來講 心靈成長方面 還有 我覺得我是有跟著孩子在成長的 人生最重要的 並非是青春少了誰 而是我們在長大的過程中 珍惜了誰 我難過的日子都過了 我哭著 我眼淚就一轉我就下來 我就想說 如果覺得開心就不要 沒什麼大不了 其中考週來臨 中正一報在這邊 祝所有同學考試高分過關 報告輕鬆解決 我是本期主播包廷方 ETV我們下期再見